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诚意资讯 在上海饭店那场灯火辉煌的答谢酒会上 自觉惊心不菊 企图以独酒暗算云木之王静松氏 而云洪生诚意 是则与自觉身旁那位蛇仙美人共舞一曲 舞步间暗流涌动 彼此试探 成为了身前第二集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这场热烈而微妙的舞蹈 如同夜幕下的伪装 巧妙地将紧张的氛围 装点成一场和平的盛宴 顺理成章地引导云木之重计 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假死大戏 自觉误以为已将云木之除之后快 并轻易擒获了云洪生 他的戒备之心随之松懈 殊不知 这正是云木之计策的冰山一角 云洪生借此良机 如同猎豹前行于夜色 悄无声息地追踪至自觉的隐秘巢穴 并以雷霆万钧之势终结了自觉的罪恶生涯 同时 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也悄然落入他的手中 云木之之所以选择以假死之身顿入暗处 实则是为了遵循组织的安排 进入一场深度的休眠状态 静待时机 而在上海这座迷雾重重的城市里 最神秘的情报贩子八哥 正通过电波的滴雨 在暗处寻找着愿意出价最高的情报买家 一场无声的拍卖悄然上演 云木之父子 亦在这场情报的追逐游戏中 怀揣着各自的渴望与筹谋 剧情至此 犹如一幅缓缓展开的画卷 引人入胜 却又留下了无尽的悬念 预知后续如何 且待第三集精彩呈现 让我们一同静待那未知的风云变幻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订阅本频道 本频道专注诚意的新闻资讯